財化法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牽涉到 南北規劃的問題 我就講一個邏輯很簡單 如果財化法 用人口、土地面積、產業、交通道路、地理環境 用不同的基準 是不是算出來的數字會不一樣 它不可能只有一個版本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今天大家 假設一個頒30個人 一個人講10塊收頒費有300塊 然後我們決定慶生的時候要用這300塊 大家會講說要買乖乖桶 要買蛋糕 說不要買300塊 300塊還問我們 然後有些人說玻璃壞掉了要先修玻璃 然後老師說不要 300塊拿起來給我當零用錢 每個人會有對這個300塊運用不一樣的想法 這個就是收稅之後 政府如何運用稅收的方法 那現行的法治之下 我們坦白講是中央集權 不管是交通道路、河川治理、縣市交界、城鄉差距 都有中央政府來統籌規劃 今天要提財化法有沒有很重要 我認為很重要 可是財化法它的目的是什麼 要先講清楚 就是說你把錢收來中央政府之後 中央政府現在要把錢再花給地方政府 那是到底要花給有錢的縣市 還是沒錢的縣市 是要花給南部的縣市還是北部的縣市 是要花給工業、商業多的 還是農業、漁業多的縣市 這個要不要討論 要把有點腦子都知道要把 都不用很有腦子耶 稍微有腦子就可以知道要討論了吧 沒有 國民黨民眾黨現在看起來是我提案了 我要表決 出來表決 公聽會 公聽會 不通過 民進黨反財化法 財化法你自己提的你自己反對 不應該只有一個版本 比如說啦 負責任的立法應該怎麼樣 如果以人口維修法標準 那它會長一個什麼樣子 然後以土地面積 它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以產業規劃 它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它應該會有不同的選項給人民選擇 這個才叫做有良心的立法 一直以來黃國昌就是希望用兩元對立的方式 讓民進黨的資者 站在反對民進黨提案的立場來嘲笑你 然後說你們是雙標政黨 所以我們應該就事論事 而不是隨著黃國昌起舞 就是黃國昌提財化法 然後你就反對財化法 那我跟你講就完全中計 我們要的是好的財化法 我六都要財源分佈的時候 你台北縣市沒有合併嘛 沒有合併就拆成兩個都嘛 也就是一個大台北地區領兩份直轄市的資源嘛 我台南縣市合併領一個285億 你雙北縣市不合併領1080億 然後台北要蓋街雲的時候 六線齊發中央補助 一毛錢都不用出 高雄台南要蓋捷運 台南蓋到現在只有一條油圓車 因為捷運需要地方自愁 結果你最有錢的縣市不用地方自愁 這個就叫做南北失衡嘛 對不對 台北市多少人 土地面積多少 你跟人家領養多少錢 所以我們講的是公平分配 我們講的是南北平衡 這不是歧視台北人 不是啊 是把過去你看一年差多少 一年差八百億 十年差八千億 三十年差兩兆四千億 兩兆四千億耶 兩兆四千億可以幹多少事情 可以開一條台中去南投的高速公路了啊 可以開一條什麼花東高速什麼高鐵了啊 合理嗎 三十年而已喔 都不用很久 所以要彩化法的原因是要修補 是要擬平南北以及城鄉的差距 那當時彩化法提案的時候 國民黨就不要嘛 那不要就重來啊 所以當時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就做了一件叫做前瞻計畫 彩化法沒有通過的原因是因為 後來使用前瞻計畫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很簡單嘛 你覺得前瞻計畫是民進黨的小金庫 那我問你 前瞻計畫是一次性的 是四年四千億八年八千億 你覺得那個東西可以貪汙 然後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要支持國民黨民眾黨的版本 一年多五千七百億 直接放送給地方政府發這合理嗎 這是不是地方政府的小金庫 邏輯在哪裡 然後再來是你看他的修法內容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表格 是根據人口數字來增減 那請問一下他又減緩南北失衡 或是減緩城鄉差距嗎 他其實在加大城鄉差距耶 他讓人多的地方更有錢 然後人少的地方管他去死耶 那這樣子的一個修法 你覺得是好的嗎 我認為不是很好耶 再來你要注意到他會排擠預算 就是說你一天從中央 一年從中央拿了五千七百七七億走 你把他拔了五千多億走 那請問一下他原本要從哪裡生錢 他是不是就要從現有的社會福利等等的規劃 什麼長照啦社福啦交通啦環保啦去拔錢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共識 就是說財化法有沒有必要性 我跟大家講我認為有 但是財化法的目的性是什麼 要講清楚 財化法如果只是從中央掠奪錢去地方 完全沒有必要 完全沒有必要 你現在又在剝奪行政院的權利了嘛 你把行政院的錢拿去給地方花了嘛 所以你又變成是用立法院來立法 影響行政院的預算權嘛 不是神預算喔 是他們預算的提案權嘛 你每次都要搞那個類違憲的事情 半套房又只講一半 所以這個財化法如果是把錢 把錢拿去給地方政府 然後不講分配邏輯 不講這個分配規則 不擬平該擬平的差距 那我覺得這種財化法我們不要 然後呢 這個財化法的主要收入啊 又有包含土地稅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營利事業的這個所得稅 就是說你公司如果開在高雄 那你稅收就要繳高雄 公司開台北稅收要繳台北 意思就是說 有一些是中央規劃的事情 但是它可能會造成一些負面的環境啊 負面影響啊或者是因為特殊環境 所以必須在你那個縣市 那麼這一些這個 產業所爭取到的所得 你也可以扣一份 好 你知道開公司有個特色叫做產業聚落 比如說台積電在新竹 為什麼它要在新竹 因為新竹有很多它的中下游 上中下游供應鏈 所以它在新竹有最短的聯絡距離 然後呢 多數的公司喜歡開在台北 然後各地社分公司 有一個總公司在台北 比如說中油 台塑等等的 台塑中油在那邊都是在那邊有廠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水管 然後空氣中排著黑黑重重的煙霧 這些可能製造污染的工廠 稅全部繳台北 厲害了吧 因為他們的總公司都在台北 所以才化法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 後來發生 高雄發生什麼事件 發生氣爆 管路氣爆 爆下去才發現 爆出來的所有廠商都是繳中央的稅啊 然後中央那個時候講三不政策 不設專法 然後什麼 不設專戶 反正就是你們家的事情你自己處理 欸 你所有的東西都搞在我高雄 錢全部都交你台北 地方才化法之後 我高雄領不到多少錢 然後出事情我自己要出 我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他有一句黃國昌講話 我是有欠你喔 你可以理解嗎 你要修才化法你所為何來啊 他現在的講法就是 因為這個中央太多錢 削弱行政的權利 然後把錢平均的分給大家 如果有一個稅收是把大家的錢繳過來 再發給大家 我跟你講一開始就不要收就好了 一開始就不要收就好了 一開始就不要收就好了 如果你也有一個稅收是 一開始把大家的錢收過來 然後再把錢還給大家 那你一開始就不要收就好了 所以今天修才化法的目的 就是為了擬評城鄉差距 而當時國民黨的反對 因為他覺得會削弱他北部 政治優勢區的這個選票或是裁員 那我們不用長年預算 我們用一次性的預算 那個東西就叫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而前瞻就是看向未來 基礎建設就是那一些地方應該做 但沒有錢做的東西 那個才是才化法提出來的本質 國民黨民眾黨屁都不敢坑一聲 拿來做政治操作 然後你跟我說為了國家長遠的未來 都是為了自己的舞台而已 笑死人 我跟你們講 台北萬大線跟高雄的鐵路地下化 是同一年在1989的時候說要地下的 國民黨的中央就說 台北六線齊發萬大鐵路地下化 中央全面出錢 高雄來跟我要啊 來啊來跟我要啊 來嗎 求我啊 會不會賺錢 不會賺錢捷運收起來 不會賺錢鐵路不要蓋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高雄把鐵路地下化在路地上蓋輕軌 那個就是因為國民黨不給錢啊 然後不知情的人還在那邊跟著講 對啊鐵路地下化了 為什麼還要在路上蓋捷運 國民黨不給錢啊 高價化是地面輕軌的五倍價 地下化是地面輕軌的十倍價 當時具體我跟大家講 高雄捷運在蓋的時候 在規劃的時候 可行性評估完 無敦義是規劃四條捷運 地下四的要給你 結果高雄人投票投給謝堂鼎之後 中央政府一看 高雄變青色耶 賣給你錢 這就是政治鬥爭 為什麼不是政治鬥爭 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 才會有才化法的規範 結果你提出一個才化法 是讓雙北越來越有錢 所以用人口劃分是一個選項 但我不認為那個是對的選項 用土地劃分也沒有那麼絕對 用產業劃分也沒有那麼絕對 於是 這就是立法院存在的功能 討論 討論 搞到立法院只有傅崑奇 黃國昌在玩 像話嗎 台中人也要出來講話 看你們具體需要什麼東西 大家出來講話 那個才化法 才有實質的內容跟意義 所以你又搞了一個說 你八年前要提案民進黨 現在自己反對 我們反對的從來就不是法案本身 我們反對的是過程 你有沒有跟人家好好的討論 有沒有讓其他政黨的人 願意跟你一起背書 我都不認為說 才化法一定不好 或者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權利 但是你要修你要講道理啊 如果這個東西真的修了 每年多5700億給地方了 結果讓富的地方越富 人多的地方越多人 房子貴的地方房子越貴 捷運多的地方捷運越多 那你就乾脆全台灣的人都搬去台北就好了 其他地方住人幹嘛 淡水河兩岸是不是有河濱公園 有寵物公園 有停車場 然後有棒球場 有足球場 我跟你講你那個台北市是怎麼搞的 你知道嗎 台北市他不是跟河川局要錢 台北市在淡水河岸 規劃了23個公園 然後把那23個公園 全部拼在一起 就變成了現在的水岸公園 變成淡水河濱公園 你現在看到一大片綠地 其實是23次的公園處計畫 堆積而成的河川景觀 除了台北哪一個縣市有 我就問你 除了台北哪一個縣市 可以用公園處的錢去蓋河川地的 你就講一個地方給我聽 為什麼只有台北有 台北公園處錢多到可以跑去河濱公園蓋 你淡水河以外還有誰喔 大都西怎麼不蓋 大甲西怎麼不蓋 高坪西怎麼不蓋 憑什麼就你淡水河可以蓋 台北錢多到不知道怎麼花 然後你現在要修一個給雙北加錢 我認為 中南部的鄉親都應該要比我還生氣 這個就是利用老百姓不關心政府的方式 在搞老百姓